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在1163年到1345年之间所盖成的 超过一百多年的时间才盖成的教堂 是在巴黎整个欧洲非常著名的教会 昨天晚上是受难日 这个礼拜天是复活节 听说在巴黎有许多的教堂 都有在过受难日和复活节聚会 这也是许多人会涌入教会的时间 真是盼望在这个恐袭的事情的过程当中 人们能够重新来依靠上帝 我相信上帝能够上帝的平安 上帝的保守是可以领到法国 领到欧洲 当然这个世界上是有苦难的 但真正的平安是在耶稣里面可以找到的 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 读经进度是在扫 这个撒末尔记上9到12章题目是 扫罗寻找驴 而上帝寻找扫罗 扫罗找驴 上帝找扫罗 我们都知道扫罗是以色列人第一个王 可是他是怎么样被高立成王的呢 是的他人生的命定就是要做以色列第一任王 可是是直到上帝寻找了他 他人生中的命定才实现的 那当时上帝已经告诉撒末尔说 你要去找一个人 这个人名叫扫罗 他将会成为第一个王 那可是那时候扫罗和撒末尔是怎么见到面的呢 事实上扫罗在帮他的父亲找几只走湿的驴子 那他们在森林里面找驴子 就怎么找都找不到 结果扫罗就跟他的仆人说 哇我们驴子找不到事小 到时候父亲不为驴子担心 反而为我们走湿的担心 事情就大条了 所以那我们还是不要找好了 结果他仆人说这父亲听说有非常著名的先知 叫做撒末尔 我们应该可以去询问他 所以呢 在找不到驴又担心父亲会 会担心的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他们选择好吧 我们来寻找一位被上帝高谋的先知 那当人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寻找神 其实事实上正是神在寻找我们的时候 扫罗在寻找驴 殊不知上帝是在寻找扫罗 而当扫罗找到撒末尔 撒末尔帮将他的人生的这个命定告诉了他 并且高谋他成为第一任以色列的王之后呢 扫罗的生命就开始不一样了 他从一个家里的一个 遍亚敏支派的一个可能一个农庄的人 牧场的一个主人的儿子 变成了以色列人的王 那当然后来扫罗做王做的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他之所以活出他生命的命定 正是因为上帝在寻找他 而扫罗也回应了 今天我们在生命当中 我们在找什么呢 你是否是在找你的未来 你是否是在找你的工作 是否在找你的财富 或者在找一个安全 找一个归宿 但是殊不知 当我们在寻找寻寻觅觅的时候 上帝也在找我们 只是我们是否愿意 谦卑下来 冷静下来 也来回应上帝真诚的邀请 哇 今天在这个圣母院大教堂 Cathedral 这个Notre Dame前面 有多少人来来去去 但是有多少人真的被上帝寻找 多少人回应了上帝的邀请 以至于活出生命中最美好的命定 但愿我的朋友们 弟兄姐妹们 不要错过了 因为上帝是有一个精彩的计划 在你生命当中为你预备的 Amen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来带你看一看 圣母院大教堂旁边还有些什么呢 很漂亮的街景 这是 这是一个什么 Hotel de Ju 我不太知道是真的是Hotel 还是其实是一个纪念馆 那这个后面是一个 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地方 但是 to be honest 我忘记是什么了 很漂亮的广场 现在是早上五点半 所以 整个广场都是我的 OK 哇 OK 那我们 礼拜一见 God bless you Love you guys 对